科技新火 智慧之火 全民優 各位都知道我是韓國瑜市長的經濟部會 若我順便去仁慶德來工人發大財 我們可不可以幫忙創造一個活動申請 韓市府發工 還少一個局 高雄市市政府裡面沒有資訊局 資訊立法設計聯辦 你知道嗎 這個是好幾年以前 不分黨派 有國民黨 有民進黨的力 都呼應希望我們國家能夠有個資訊部 我們政府所因為我們有這個原則的限制 沒有通過 今天我們組織架構 是國家向前最大首例 所以公投的必要性 現在各位可能進去會帶大販 電子化政府到四位國家也不一樣 電子化政府很簡單 報稅很煩 書面資料很煩 電腦化 電子化而已 四位國家不一樣 大數據員工是會發掘位置 你不知道有這些問題 你就不會去想要這些事 我直接舉兩個例子 這兩個例子都是我還在任的時候 做了一些事情 第一 助理學用落差 畢業以後到底找得到找不到事情 看勞保 因為有事情就沒有勞保 第二 你薪水好不好 你看他交的水準 大專畢業生的就業狀況 出來很多結果 什麼科系畢業學生幾乎 馬上都找到事情搶光光 電子相關科系 什麼行業 學校裡面念的東西 出去以後幾乎很快就絕非所用 就是我們醫院裡面的護理 畢業以後平均在他的專業生涯上面 只有五年的壽命都不幹了 尤其是護理系大部分是有性 結婚生子 醫院裡面如果叫他要植大院班 小孩子怎麼辦 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你要去改變醫院的護理人員的工作環境 這個就是我說政策創新 原來你以為臺灣的護理人員短缺 可以透過學校裡面多將銀河解決 答案是錯的 第二 吸毒問題很重 也在我任命 我在副院長的時候就開始做 他以前的學校裡面有沒有違規吸毒 基督怎麼樣 如果被抓了 保護裡面有沒有資料 樂界 退伏部有沒有資料 大藥有沒有再犯 都要知道 還是告訴我們怎麼樣去面對現在 吸毒人口更多的問題 吸毒人口的高風險族群 是在國中高中的時候 國中高中在學校的時候不講協 是比較多家庫 不是一個過就算了 臺灣2300萬人口 監獄裡面6萬人 日本差不多1億的人口 監獄裡面6萬人 那是比較爽 我們政策上面不能只看表面說 我們監獄不夠 再蓋更多的監獄 我們應該去探索 吸毒該不該處罪話 我這邊沒有說要不要 我只是說這是一個 非常值得討論的問題 犯人是害別人 絕對要犯 吸毒只害自己 沒有害到別人 真的該討論的題目 治療疾病當然是健保署啊 可是你沒有生病 誰的責任 國民健康署 健保署每年預算多少 五千多億 國民健康署每年預算多少 只有五十億左右 健保署的百分之一 他現在根本不可能有情緒 去幫你支付什麼 基因檢測 他總要只有五十億 努力大家減胖而已 國民健康署跟健保署要合併 要開始照顧民眾 預防疾病 我想那黃師兄 他在做這個養育 也是一樣 也是無形中在改善我們的痛苦情況 很多年輕人 希望我們台灣能夠走出去 可是我們台灣現在在實質的外交空間 很難走出去 網路是我們走出去的一個 非常好的空間 我們如果來做 對於愛沙尼亞這種數位外交的話 我們可以做什麼 讓台灣旅遊的一些人 是不是都可以數位去 以後如果在來 我們可以有優惠 更多的呢 吸引網路經濟 數位新科技 平平化 我們可以做的 我們 我們 拿來 戰爪 我們 我們 把 我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